我們這邊有準備一個互動擺板 平常上課老師應該都知道 現在問同學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對不對 好 我們繼續 現在很難有問題吧 所以呢 這邊 您待會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這擺板直接來做反應 這個是大家共用的 也是即時的 所以待會你在裡面 你會看到別人也在裡面擋 好 也在裡面擋 那你有問題就可以隨時留在上面 那怎麼使用呢 您從這邊 標準的方法您就從上面這個 有沒有文字框 這個應該就 我不用講太多點一下就有了 好 這樣 那要放多大 然後呢 字多大啦 你要放哪個隨便 這是第一種方法 打字的 如果你覺得打字我比較慢 你可以用這邊 有沒有 用塗鴉的也可以 因為有些比較會畫 他說 我有一個問題 有沒有 然後就會畫這樣 哈哈 裡面有個問號 隨便你沒有關係 那如果你覺得別人站到你位置 你可以把它選起來 你可以把它選起來 請他移到旁邊去 這個等一下我們都是互動的 你都可以看到 好 那各位不用擔心 你進來 都 大家都是匿名的 待會你在右上角這邊 會看到 喔 比如說 河馬啦 還是大象啦 反正都是匿名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所以 不用 刻意在這裡 我是誰 我會看 有 有那個建設性的問題 我就在趕快回答 啊沒有的我就會略顧 哈哈 那除了用文字 可是底畫還可以怎樣 可以插圖片 比如說 我看到這一張 點進來 這就是我在這邊講的 有一個這樣的試算表 好 假設這張圖片 我覺得OK 你可以把它複製 就拿到我們這個白板上 直接貼上 大小自己調整一下 這樣了解嗎 所以如果待會你有問題 您可以直接從下面這邊 點過去就好 點過去 那我就有看到 我就會馬上回來 因為有些人不好意思舉手的 就在上面直接 OK 還有這個 我可以 你 啦 好 我可以 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